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间交往中 我们总是害怕会吃亏 在对待事物上 往往会做对自己有益的选择 结果有时候 聪明反被聪明误 叫人一笑大方 最后反而是那些看起来傻里傻气 稀里糊涂的人 获得好运气 人生更加出彩 难道真的是因为命好吗 我想不是的 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必然的 尤其是这三种人 看起来很傻 其实最有福气 一 厚道的人 最聪明 在追求利益的时代 在很多人想办法贪图小利 占尽便宜 可是有一种人 却好像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他们为人善良厚道 每次吃亏后还笑呵呵的 所以常常被人说成是傻子 殊不知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级聪明 老高就是这样一个人 老高家在海边 一辈子和大海打交道 他烹饪海鲜的厨艺自然也是一绝 所以自己开了一家餐馆 因为平时口碑好 所以生意也不算差 一家人的小日子也还算过得去 距离老高家不远处也新开了一家海鲜餐馆 价格比老高低 很快的就把老高的客人吸引走了 眼看着生意一落千丈 旁人都劝老高也降低点价格 可他只是白白手 外行人不知道 可是老高自己心里清楚 能把价格做到这么低 无非是在客人点菜后 偷偷把冰冻海鲜替换成同类海鲜 从中牟利 这种欺客宰客的做法 老高怎么可能做 宁愿自己少赚点钱 吃点亏 可没想到 突然有一天 街上哗啦哗啦哗啦来了一车人 直接把隔壁店铺查封了 街坊邻居们议论纷纷 原来从很早前 工商部门就陆续接到游客关于这家店的举报 并开始了暗访调查 经过这次事件后 老高餐馆的名声越传越远 生意也越来越好 有句俗话说得好 大巧成拙 待人之道 精明不如厚道 人有欲望本身没有错 可是那些为了达到目的卖弄小伎俩的人 终有一天会毁了自己的人生 相反 厚道的人看似笨拙 处处为他人着想 不仅为自己收获好人缘 也始终把人生之路走得顺畅 稳当 聪明到极致 其实就是厚道 厚道的人吃了一时亏 却得了一世富贵 二 糊涂的人最清醒 提起糊涂 很多人都不屑一顾 觉得这是愚笨的代名词 但其实有些糊涂的人 表面看似很傻 其实内心清明 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该说什么 不该说什么 生活中不是谁都值得你抛出一颗心 适当的糊涂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一个人只要自己的能力杠杠的 看透不说透 看穿不说穿 表面上糊涂 实则内心比谁都精明 这样的糊涂也是一种本事 真正的聪明懂得大事若愚 小事不计较 对别人有宽容之心 说话做事都会给人留有余地 在糊涂中总是能够不动声色地 做好很多事情 真正的聪明不会逞一时之能 更不会逞一时之气 该糊涂的时候糊涂 不该糊涂的时候一点都不含糊 知否中的圣明兰 就是一个擅长装傻的聪明人 明兰年幼时 亲眼看见母亲遭人陷害 而母亲逝世前叮嘱她 活着最大 所以在两个姐姐面前 明兰故意表现得笨头笨脑 从不抢他们的分头 两个姐姐也从来没有把她当成对手 明兰得以平安长大 小公也送自己的毛笔 她装作不懂其中意思 转手就送给两位姐姐 多过很多麻烦 面对复杂的家庭关系 她一直揣着明白装糊涂 清醒地看待周围的环境 所以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也能攻守兼备 刚接手管家的时候 大娘子和林小娘送来婢女监视她 明兰心知肚明 却一直装傻 然后借由大娘子的手 好好整顿了一番 最后成功接起管家大权 不仅查清母亲去世真相 也为自己收获一个圆满的结局 一个人太过招摇 锋芒毕露 有时候会伤到别人 也让自己成为众矢之地 遭到小人的忌惮和恐惧 所以那些笑着糊涂的人 才是真正聪明的人 他们都懂得手拙自保的道理 懂得事实糊涂 韬光养晦 然后赢在最后 而且会装傻的人 其实也更加有能力 这个世界聪明的人很多 但是想要装傻 却需要付出更多的智慧 就像莎士比亚形容的 装傻装得好 也是要靠才华 不仅要洞察人性 了解他们的身份 还得看准了时机 小是糊涂 大是睿智 才能赢得人生 三 让步的人 走得更远 现实生活中 常见这样一种人 在和别人争执的时候 非要争出个对错高下 把场面弄得意识难堪 谁都下不来台 殊不知 越是无知的人 越不懂得谦让 反而是那些笑着先低头的人 才是真正聪明人 李可和小冬 同时进了一家公司实习 两个人虽然在同一个项目组里 但性格却是天差地别 李可分忙毕露 时时喜欢表现自己 相比之下 小冬显得不是那么引人注目 看起来还有一些软弱 就连最后竞争小组长的机会 都放弃了 本以为李可就此顺风顺水 可没想到几年后 小冬很快晋升为经理 在一次聚会上 同事们好奇向他们打听 没想到小冬笑着说 哪有什么秘诀 就是认真工作 原来当时小冬 也确实有能力 去竞争组长的位置 可是他觉得 那并不是最好时机 他觉得 自己更需要停下来 后退一步 更加仔细聆听 其他成功者的经验和故事 人生不可能一直往前 有时候也需要退一步 自我审视 确认方向后 才能更好的前进 小冬说道 也正是因为这样 小冬在职场上进步很快 也收获了很多 而李可呢 因为习惯了强势 再面对合作搭档 也是执拗到底 不肯让步 导致工作出现严重失误 公司损失惨重 李可差点连工作也保不住 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退一步的决定 往往比前进一步更加艰难 就像很多人害怕倒退 害怕来不及 明知前面有危险 却依然向前冲 最后遇到陷阱躲避不及 只能摔得头破血流 可这不是冒险 而是冒进 如果当初懂得事实后退 不仅能看清眼前的陷阱 跳一下也能够过去 人生何尝不就是这样 进一退是最难把握的 也是最考验一个人的格局 那些懂得事实后退一步 沉淀自己的人 才是最后走得更远的人 有一句话说得好 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 不如做聪明的笨人 这三种人 看似傻乎乎 其实所有的所作所为 所思所想都在无形中 影响自己和周围的生活 看似幸运 福气都是意外 但其实都是有迹可循 也换来了一身的福报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 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谢谢您的观看 吴礼 诶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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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